清朝的時候,寶定府有一個叫蔡子民的書生,娶妻鄭氏。 講起異人的恩怨,有一段故事。有一天,蔡子民舊學回來,看見路邊有一個漂亮的姑娘。 蔡子民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,就問姑娘什麼回事。原來那個姑娘去廟上香,因為貪玩,無意間和家人走散了,不小心扭傷了腳,疼痛難癮,所以就在路邊深淫。 蔡子民看看他的腳,顏色就紫青紫青,腫得非常大,肯定傷得不輕。 蔡子民就對姑娘說,這裡人影都不多過,如果不及時醫治,恐怕會很嚴重。 如果姑娘不嫌棄,我願意背姑娘回家。 那位女子就怕怕醜地答應了。 蔡子民就問姑娘住在哪裡?原來在遠城,來這裡有十幾里老。 蔡子民本來就是一個文藥書生,費了九牛而苦之力,到了半夜才把姑娘背回家。 半路上,蔡子民得知,這位姑娘是遠城鄭元愛之女。 方名叫鄭雪瑞,她把姑娘放在她家門口,不顧姑娘玩牛,告辭而去。 後來,鄭雪瑞就嫁給蔡子民為妻,婚後二人的感情很好, 但是天有不測之風雲。 婚後三年,鄭氏得了急病而亡。 蔡子民就悲傷不已,發誓就不再娶妻了。 半年後的一個晚上,蔡子民在燈下讀書,正事就推門進來。 蔡子民就很驚訝地問, 你從哪裡來的?你為什麼復活了? 妻子就笑著說。 我已經成了鬼了,為了感激你對我的心情, 我就哀求陰間的主事人得到批准,暫且來和你優惠。 蔡子民也不怕,拉著她訴說相思之情。 一切跟生前一樣。 從此以後,鄭氏就晚上來,早早走,一直過了一年多。 蔡子民的父母擔心她後繼無人,私底下就繼續當她找老婆。 蔡子民剛開始的時候就不答應了。 但是見了姑娘一面,被她的荒容所打動,就答應了。 但是怕鬼妻不高興,就沒有把族妻這件事告訴她。 沒多久,婚期就快到了。 鬼妻知道了,就怪責起蔡子民來了。 我以為你是天底下最重情的男人, 所以才冒著不能轉世投胎的風險來和你相會。 現在你卻要娶別人。 古人魂,痴情女子負心悍,看來此言不虛呀。 蔡子民就說,這個是父母的意思。 但是鬼妻始終都不高興,告辭走了。 蔡子民就很同情她。 但是一想到人鬼殊逃,長期下去都不是辦法。 所以就沒有管留她了。 到了蔡子民娶後妻當晚,夫妻兩個就在喝膠杯酒。 鬼妻就忽然來了。 上去就打了個新娘子兩巴掌,大聲地罵她。 為什麼要跟我搶丈夫? 新娘就受了委屈,大聲地哭了起來。 蔡子民就蹲在那裡,不夠膽出聲。 過了一會兒,雞叫了。 新娘子就受了委屈,懷疑她的前劑就沒有死。 說蔡子民騙了自己,想要自殺。 蔡子民就跟她解釋了一大論。 新娘子才知道她原來是鬼。 新娘就不夠膽繼續蹲下去。 第二天就回了外家。 第二天,鬼妻又來了。 用手捏著蔡子民的額頭。 捏完之後,在燭光底下, 睜大的眼睛挖著她,一句話都沒有說到。 蔡子民就嚇到半死。 就是這樣,一連過了幾個晚上, 那張相,蔡子民嚇到鼻孔都沒有用。 聽說,附近廟裡有個精於法術的老禪師, 就叫家人將和尚請來。 和尚來了之後, 將一根圖木削成幾個小木樁, 釘在鬼妻墳墓的四個角上。 從此之後,鬼妻就沒有再來鬧過事了。 取吾功為妻。 有一晚,李庫夢見死鬼老爸託夢, 說看上了五樓鎮上面, 有個叫馮謙的畫家。 要李庫第二天請他入屋作畫, 並且指定要馮謙親自前來, 還要畫個白了圖。 李庫醒了之後,就在想, 老爸都死了三年多, 這一次還是第一次託夢給自己。 但是這個李庫呢, 就是個孝子來的, 他就不敢大意, 認為老爸此舉是必有心意的。 於是, 翌日就坐著馬車, 翻山月嶺, 去了五十里之外的五樓鎮。 見到有個老伯, 一打聽, 還真是有個叫馮謙的年輕人。 李庫心裡面, 就很開心。 不過, 老伯又說, 這個馮謙, 家裡窮到富瘋了。 比我年輕的時候還要窮。 不知道走了什麼狗屎魂, 竟然碰上此等好事。 老伯拆了拆口水又說, 前幾天, 有個媒婆, 強硬說要介紹老婆仔給個年輕人。 約了個日子, 那小娘子就坐在媒婆的家裡。 馮謙呢, 就走到花園那裡, 被那小娘子隔著窗簾看一看, 居然就看上眼了。 不僅不要拼禮, 還帶了不少嫁妝給馮謙, 今天就要成親了。 那小娘真是早先保佑。 老伯說到口水花噴噴, 又說給李庫知道了。 那小娘, 是, 老爸老媽死得早, 跟了幾個沒什麼名氣的先生, 學過幾日畫, 畫得還可以啦, 不過沒什麼人買, 又不懂耕團, 日子都是過得慢慢緊, 這次就好, 人才兩得了。 李庫心裡想, 老爸一定要今天求畫, 既然馮謙家家貧, 事情就好辦好多啦, 到時就給多點錢, 就當是隨禮啦, 找人問路, 就來到馮謙家了。 平日, 鄰居都看不起馮謙的, 即使是今天成親, 都沒什麼幾個人前來道可, 只是擺了三圍走, 就已經算了。 李庫呢, 就說明來意, 馮謙面露難色, 作一講, 今天閉人少燈火, 實在難以動身, 不如第二天, 閉人再到府上拜訪呢。 李庫就死誒難誒, 說會重囚喔。 馮謙都不想以後, 只靠著娘子帶過來的嫁妝過日子, 於是進屋, 長寄到底, 說要出去辦些事情, 遲些就會回來的啦。 娘子就隔著頭巾, 要馮謙快去快會, 不要錯過良日吉時, 逼緊, 春宵一刻值千金。 馮謙就連忙點頭答應, 坐了李庫的馬車, 風馳電製, 一路狂奔。 即使是這樣, 回到李庫, 天已經黑曬了。 攤開畫紙, 雖然馮謙兇有成竹, 但是都花了很多時間, 才把這個白鳥圖畫軟。 就對李庫說, 吳智靈鑽如今在何處, 小人要親自將此畫, 交到他老人家之手。 此畫乃小人的嘔心力血之作, 恐怕再難畫出第二幅, 好像此畫那麼高水準的作品來了。 李庫面露難色, 就把父親託夢求畫之事, 一五一十地說出來。 馮謙覺得難以置信, 就說, 怪哉,怪哉, 那原來你, 打算怎樣交給令尊呢? 李庫就想了很久, 嘆了口氣就說, 唯有燒了此畫了。 馮謙就啞口無言, 依依不捨地把這幅畫看了又看, 最後沒有出聲。 李庫說, 家父夢裡再三叮嘱, 要在今天求得此畫, 一定有他的用意的。 我現在馬上去家父的墳前, 燒這幅白鳥圖, 拜祭我父親。 剛好先生你和我同路, 你可以坐我的馬車, 等我燒完畫作, 再和馬夫一起送先生回家吧。 馮謙就看看外面的夜色, 就同意了。 馬夫就換了兩匹馬, 載著主人和馮謙, 趕到墳場。 李庫在父親墳前燒了那幅畫, 又暗暗沉沉了幾句, 就送馮謙回家。 誰知道天公不作美, 路過蝦毛嶺那陣, 天降大雨, 車輪就被些爛泥, 絕實了, 走不動, 三個人就只好去附近的山神廟避雨了。 這場雨下得很大, 好像倒水一樣, 三個人都淋濕了身, 冷到他們的牙齒就咳咳聲響響。 關了廟門, 看到廟裡面有枯枝, 就點燭了堆火, 雨一直落到後半夜才停, 馮謙就長遮短探, 兩日吉時錯過了嘛, 李庫就好不好意思那樣。 山路來臨, 都沒有其他辦法了, 他就只好去開門, 突然間, 聽到廟外的馬, 嘔嘔聲那叫, 好像在掙扎那樣的聲音。 馬夫從窗那望了出去, 大叫了一聲, 有妖怪, 兩隻腳踢了一踢, 就暈了過去了。 沒多久, 廟門咳咳咳聲響響, 竟然有人半夜在敲門。 相公, 你為什麼半夜三更, 還不回家呀? 竟然是馮謙妻子的聲音。 馮謙剛想回答, 李庫就爭了他一下。 馮謙仿然大悟, 不對勁呀, 妻子怎麼會半夜三更來到這裡? 不是應該好好坐在家裡等我才是嗎? 他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裡呢? 兩個人你眼望我眼, 氣都不夠膽透大一聲。 尚公, 我知道你在裡面, 快點出來吧。 敲門聲越來越急, 好像打鼓一樣打著廟門。 李庫和馮謙都不敢動。 敲門聲越來越強烈, 廟門震得不得了。 廟門外的聲音慢慢變得不耐煩。 你再不出來, 我就要從一條門鑽進去吧。 兩個人嚇到魂飛拍散, 更加不敢動。 廟門外就開始大聲罵人, 媽媽叉叉就不絕於耳。 起初還是敲門聲, 後來就直接變了撞門。 最後, 廟門咔嚇一聲, 碎開幾段。 馮謙嚇到鼻孔都沒有肉, 抹開兩隻腳, 就要衝出去了。 被李庫兜口兜面打了一巴, 打醒了。 再看看廟門, 還是好地地的。 李庫就說了, 小先生你莫怕, 廟門外這隻妖怪, 似乎不敢進來。 我們捱到天亮就行了。 馮謙就猛地下頭, 守住心神, 任他的撞門聲, 好像拆天那樣響, 都沒有理到他。 過了很久, 忽然聽到兩聲慘叫, 外面就靜音音, 聲音都不聲了。 但兩個人仍然不敢出門。 終於捱到天亮, 陽光, 陽光曬到山神廟裡面, 兩人才騰了雞, 開了廟門。 這個時候, 馬夫也醒了, 再看回放馬車那裡, 那兩匹馬就早已經死了。 頸上就有兩個血洞, 來個廟沒有多遠, 有兩隻四尺多長的大蜈蚣, 一隻呢, 就穿著下官鳳披, 另外一隻呢, 就穿著婦人的衣服, 都翻了肚了, 斷開成幾十輪, 都去賣鹹鴨蛋了。 三個人就不敢逗留, 踩著爛泥山路, 來到馮謙家, 娘子不知去了哪兒了。 馮謙不得不接受事實, 媒婆和新娘, 都是吳宮貞所化, 幸好事先沒有共父無山, 不是呀, 早就被他們吸乾了精血, 但是呀, 還不知誰, 殺了這兩隻吳宮貞, 兩年之後, 因為河水改道, 李家墓園的風水有變, 經高人指點, 簽了祖墳, 重整惠蓉那陣, 在李庫父親棺材裡面, 竟然發現了那卷馮謙畫的白鳥圖, 消息傳開了之後, 馮謙的身甲棒棒聲那樣, 一作千金, 那座山神廟也都香火愈來愈好, 李庫和馮謙自然成了莫逆之交, 有一日閒談, 李庫才知道, 老爸在年輕的時候, 曾經被馮謙的阿爺, 從山賊的刀下面救過姓銘, 看來, 因果報應是確有其事的, 雖然當時不知恩公的名是什麼, 但是受恩之仁, 冥冥中託夢, 還了當時的恩情, 延續了恩公的香火, 又過了半年, 由一個長壽道人, 力禽飛絲, 才揭開了真相, 原來那兩隻蜈蜈, 專門以婚嫁為有, 給些好處人, 乘親當夜, 吸人精柏, 狼情妾衣, 交好芝士, 精柏是最好吃的, 深植身正的人, 更加是這樣, 吸出之後, 交給飛絲吃的, 飛絲當時功力未夠, 還不動得, 但是呢, 就可以命令妖精, 在妖精身上施法術, 如果不可以及時提供精柏, 那些妖精就會魂飛拍散而望, 待會兒。